你不是 他怎么了 我上来 我是想跟千玺导师说的 我是你刚刚说 没有打动的 那个男乐客的女朋友 很厉害 但是没有太打动到我的脸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我想说什么叫打动你 刚刚我男朋友跳了那支舞 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动 反正那个拍子 他表达得很完美 他的质感也表达得很完美 他的情绪也表达得很完美 包括他在舞房练习了那么多天 他也很完美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打动我 我不知道 怎么了 我也真的有点傻眼你知道 大家看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练舞的时候 太多的心酸了 每天疼着继续去跳那个 所谓的你们要的编舞 然后不是我们自己喜欢的 然后去突破它 可能编出来的东西 没有编舞那么生动 但是我们在尽我们自己最努力 表达了我们的音乐 我们表达得最好 然后 其实这个舞台上也没有 虽然可能说赛事上面会觉得 俄本选手就觉得对俄本的不太公平 然后我觉得所有人都在做突破 其实没有俄本不公平 都在做突破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公平 但是这是个游戏 所以我们很尊重他 我今天上来 我就是想说 他很打动我 我觉得每天的那些努力很打动我 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然后语无伦次 当时我们所有人就是 都是那种你在干嘛 你在说什么 就听不懂 然后也没有 作为一个舞者应该有的那种 尊敬评委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不太懂 我就想问他一句 就是在所有的权权上 谁不努力 所以我觉得他说这句话 就感觉 他 他有多牛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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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画 画一画 对 我觉得 我有段话 想要对所有的大家说 我觉得 从第一季参加到现在 我就问大家一句 我觉得街舞是什么 艺术 我觉得街舞是艺术 艺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对它最真诚 最真实 最本质的 那就是感受它 你说你对于幅画 一个雕塑板的面线 你是 哪怕你不是什么美术学院的 你不会对它的细节 对它的技术 对它这些什么勾笔 什么你有很深的了解 但其实艺术 最真实 最给你东西的就是感受 所以我们四个坐在这儿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 可能技术在舞台里面 算是一流的 可能我们的舞台表现 可能并不算是最出色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每个人的艺术尘美 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每个人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 这个喜欢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男朋友 确实跳得很好 但是今天最打动我的一个是 刚刚穿绿衣服的一个 跳Urban的一个男生 他其实刚开始什么都没有跳 因为刚放起来 他把头一偏 他这个情绪 整个人的情绪入到里面了 我从最开始就已经开始 鼻子开始酸了 还有一个是JC俊 他抗奥出来的 他跳别人的freestyle 刚刚朱乐也说了 艺术是主观的 每个人的这个 对艺术的什么也不一样 其实你男朋友跳也挺好的 我先休息一下 艺术不是说谁对谁错 跳舞就是一个 艺术 但我觉得千玺的确说得 非常的有智慧 然后做得很有风度 他一直想表达一个点 其实就是 他觉得他们付出有很多 都很辛苦 并不是你觉得 你付出的很多你很辛苦 你就觉得你有劲的资格 哪个选手不是练了很长时间 他是有一点就是 有点情绪化的 说我们很累 我们付出很多 我觉得 就是 他内心压抑的东西 算想发泄一下而已 有请下一位 迪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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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 很有法 你待会看到厉害的地方 有点好 你 没见证 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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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